好 市长在这边 老林啊怎么样啊 她受到了惊吓正在休息 老林啊我看这件事要抓紧 施洪如她刚刚答应回商会 可是如果说余韵之母子出了问题 施洪如方面不好交代啊 她肯定会 退出商会如果这样 这对盘龙氏工商界的影响 那就大了 其实啊 施洪如气被绑架的事 值得人不少 大家都在私下议论 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 你看是不是开一个工商界人事座谈会 提醒大家小心一点 没事就尽量不要出门 这个会不要开 不要搞得人性慌慌给敌人帮了忙 你好 老林啊 我看一些工商界骨干的安全 还需要保护 我想施洪如会不会成为敌人的下一个目标啊 这个 虎半爹刚刚绑架了余韵之母子俩 我看他不会再铤而走险 再对施洪如下手吧 他的对手不是施洪如而是我们 林主任你好像对虎半爹很了解啊 第一人是最好了解的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要看虎半爹怎么行动 虎半爹会怎么行动 你说呢 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 他手上到底还有什么牌 老林啊 你们先聊吧 我去看看 好 好吧 李市长 好 走吧 孕智对我太重要了 共产党如果能把他们母子救出来 我表示感激 如果救不出来 那我就自己救 你怎么救 让他们不开价钱 他们要什么我都给 就是要我这个人头 我也给 大哥 姐夫 混蛋 嗯 必须加快寻找进度 我怀疑啊 我们能不能找到余隐之和石柏青 就算找到了 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嗯 情况的确很严峻 我们不光要和虎半爹斗余 更要和他斗志 哎 老林啊 我有个想法啊 说说看 虎半爹绑架了余隐之木子 他肯定会和史洪如联系 他那么快割下石柏青的耳朵 送到史洪如手里 说明他急于向史洪如摊牌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 具体的想法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如果你同意呢 我就你一个计划 让杜莱峰和关中行 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 好 我同意 有件事儿 嗯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关中行这个人 他怎么了 说话办事有点怪 地下党出身 习惯藏藏叶叶的 又是政府的公安特派员 和部队的干部不一样嘛 我看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呀 我问过你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虎班牌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凭什么做到这一点呢 你是说关中行 我明白你意思了 这事儿我来处理 要慎重 一定要慎重 明白 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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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你 关他不远 回来了 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吗 这不 我们在那山上 像毕狮子一样毕了一遍 啥也没有啊 这两个大活人给绑架走了 总该有点迹象啊 有啊 这不一身受害 杜阁长 李市长和政府那边 对这事非常关心啊 希望你们尽快破案 否则李市长不好 向商会那边交代 那好 你说说 应该怎么抓紧啊 得拿出点手段来嘛 什么手段 客长 我们能挖第三尺吧 那是你们的事 用不着我来教你们吧 还有 胡半天啊 很可能再次对史洪荣下手 你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你放心 我们有专人一刻不离地 保护着史洪荣 好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走了 送送 对了 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 及时向市政府那边通报一声 会的 走了 好 再见 胡说 这小子还真是一条狼啊 这两天来了好几回了 要一直盯着他 盯着呢 像保护史洪如一样的 一刻不离开地保护着他呢 好 很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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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記者 假班了還來啊 我先走了 再見 餘芸汁和施白青在我們手裡 這我早就猜到了 後半點要你盡快把這個消息發出去 整個工商界都在議論這件事 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但對老百姓來說它是新聞 好吧 我試試看 我半點要你盡量和毒賴蜂接觸 從他那兒掏點情報 你怎麼不說話 喂 我不想這麼做 你必須這麼做 我又提醒你 組織上不會允許任何違反原則的事情發生 我要見虎半點 幹什麼 我要告訴他我不能接受這個任務 你最後放棄這個念頭 他不能強迫我做我不願意做的事情 從進入軍統的那一天 你就已經沒有個人的意願了 我總覺得我們這樣找不是個事兒 怎麼 我們現在一直在出事的周圍在尋找 可搜了兩天就是連個蟲也應該找到了 你是说他们早就转移了 我们是在出事的两小时之后知道的 在这个时候 敌人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回到城里 我去几个队伍 等等 这事不要公开 一定要按着查 不要让某些人知道 明白 余韵芝和石柏青被人绑架了 你想怎么样 你怎么又敏感了 你不会不让我敏感吗 我想把这个新闻报道出去 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不是新闻官 我想知道 我把这个新闻写出来 对你们有利还是不利 这个问题就不要问我 去问文教委员会 这事由他们负责 可我只想问你 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你很烦我是吗 为什么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反感 杜莱峰 你太过分了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不就是一个当兵的吗 你不就在炮弹口里 滚了几年 你打过仗杀过人吗 你别以为因为这个 就可以自以为是 你眼睛看着天上瞧不起人 我凭什么这么第三下司的哄着你 凭什么我要受你的气 我凭什么事事都要求得你的谅解和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待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是个谜 可你得给他掰个清楚 别把公事和私事搅在一块儿 到时候面边搅在一锅煮 分不出谁是瞧面 谁是卖面 我告诉你啊 别跟我说你很难 我可不会同情你 出发 实在老朽无能 行尸走肉啊 没有保护好润脂和白情 十三思不明目啊 十三叔啊 你对世家人 真可谓是劈干力胆啊 绑架他们的事情 也不能怪你啊 你只要是能回来 那就好啊 姐夫 趁热喝吧 柳叔 我姐和白情 是国民党的人绑走的 又不是你绑走的 你往身上揽什么呀 我一辈子小心翼翼做人 都快入土了 给这帮王八糕子给蒙了 你也不要这么想啊 相儿 快点扶你十三伯 进屋里休息去吧 来 慢点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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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放开我 喊什么喊 你们放开我 为什么绑架我 放开我 放了我们 你们放了我 白青 放了我你们 别喊了白青 喊什么喊 你们放了我 省点力气吧 谁让你们家盖这么深的宅子 这儿除了鬼谁都听不见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可以给钱的 钱是好东西啊 我愿意啊 可是我说了不算啊 那你们想要什么 这个得握我们头了 你要付出代价的 都这样了 还耍什么少爷脾气啊 这不是你们国民党 作威作福的时候 你们跑不掉的 这事儿 用不着你操心 我等着你们挨枪子那天 别打他 求求你了 你别打他 别伤害他 白青 干什么 是 我知道了 好 听好了 你要是再伤害他们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看见他们 我走了 妈的 老爷回来了 老爷回来了 洪廷回来了 老爷 老爷信 那 谁送来的 他们那些人送来的 哪些人啊 送耳朵的呗 洪廷 他们是不是也盯上你了 要不怎么老把心往这儿送呢 不会出事吧 他们也不是今天才盯上我的 不过他们还不会对我动手 否则谁给他们送信了 老高 别车 哎 洪廷 没事儿 有会儿就回来 一 二 鸡 一 二 一 一 我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要大哥离开盘龙市 他们凭什么决定姐夫 大哥照办 他们就放过嫂子和白青 大哥如果不照办他们就回 太被逼了 姐夫 你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是说得出做得出 我的性命算不得什么 可是你姐姐和白青 他们就回不来了 政府会救出姐姐和白青的 我不是不相信政府 水星龙力大 陆星象力大 国民党在战场上输给了共产党 可是论搞这一手 共产党还太年轻 不是国民党的对手 我不能恪舟求剑 把他们俩的性命 堵在共产党的手里 大哥 你可要想好了 如果离开了就回不来了 我已经让他们俩吃了很多苦头了 已经很罪过了 谷元虽好 不是我史洪如的谷元 我只能到香港去做一个育宫 我只能到香港去做一个育宫 守着你嫂子 了此一生了 姐夫 你坐 坐 我们已经料到国民党特务回来这一手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啊 就是以杀掉你姐姐和百青香要挟 逼你姐夫离开盘龙市 以此来破坏盘龙市 复工复事和经济建设 我们要阻止这一阴谋啊 恐怕你们阻止不了了 我姐夫已经决定要离开盘龙市了 哦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绿植啊 知道吗 我很喜欢香港的记忆 你就当我 又一次到了香港 嗯 我要你再来一次 香港之星 洪昌兄是自家人 老莫也不是外人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我打算离开盘龙市 洪如啊 史先生要走 那场子怎么办 我已经交给洪廷了 是兴是衰 由他定夺 政府正全力寻找运职和百青 应该会有结果 这件事是不是慎重一些 至少和军管辉方面商量一下 跟他们有什么商量的 这是大哥自己的事 洪如是你的大哥 我的兄弟 可他也是盘龙工商界的栋梁 是畅首盘龙工商领袖 这一走 不是量了政府的心吗 不是我要量他们的心 而是 孕之和百青性命攸关 我说卑鄙无奈 不得不走这一步 史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姐夫 你不能走 律志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多言了 姐夫 你想过没有 现在只不过是 接到了两封恐吓信 姐姐和百青生死未卜 他们要你走你就走 这凭什么 正是因为他们母子俩出了事 我才决定尽快走的 那些人是梁尚君子 不是绑架就是暗杀 哪一件是正大光明的事 你凭什么就相信他们呢 现在你姐姐和百青 在人家的手里除此之外 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要是你离开了 他们仍然不放姐姐和百青呢 要是姐姐和百青 现在已经被他们杀掉了 那么你离开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应该说话算话 这些人 用三点会拆白党的那一套 来对付所无寸铁的人 这种卑鄙的事情 他们都能干得出来 那还有什么事 他们干不出来呢 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必须证明 姐姐和百青现在还活着 并且 保证将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这两点不能保证的话 那么姐夫 就不能离开 这倒也对 既然是交换 那就应该按照交换的方式办 就应该有往有来 绿植的话有道理 我看你不要急着离开 可怎么跟那些人联系呢 算哪捞这些人呢 他们既然要姐夫离开 那姐夫的一举一动 肯定都看在他们的眼里 姐夫只要不走 他们肯定会和姐夫联系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提出见姐姐和百青 这是最后的底线了 姐夫 你不能再退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行 只有这样办了 老墨 你看呢 石先生 余小姐的话有道理 无路之处也只能孤注一掷了 那 就这么决定吧 是洪如等着我们和他见面 他要看见余韵之母子俩活着 才可离开 要不要我再送一份礼物给他们 不 使洪如退到这一步已经是底线了 再逼他 他会豁出去 索性鱼死网破 那样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好 虎班爹肯定会同意使洪如 要见妻儿的要求 要不然他达不到目的 你们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是 余韵之母子俩的情况怎么样 情绪很糟糕 怕是坚持不了几天了 不要亏待他们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可是人在那个宅子里不安全 对使洪如这种人 一定要说话算话 安排一下 让使洪如看见余韵之母子俩 然后迅速将人转移出城 只要他离开盘龙 一定要王好无损地 把他的妻儿归还 好吧 这儿没什么鱼吧 这儿没什么鱼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找你的时候 像王八蛋似的滚着来 可你找他的时候呢 像乌龟似的躲起来 喂 史洪如家 喂 喂 我是史洪如 你的太太和儿子都很好 我必须要见到他们 可以 你到菜市场会看见他们的 怎么样 让见吗 在菜市场 那说明嫂子和百姓活着 不然他们不敢让我去见他们 对 史洪如 赶快备撤 好的 姐夫 你不能去 为什么 他们拿你当一头牛 套不着牛才掉走两只羊 你现在把牛送到他们嘴里 是牛能回来还是羊能回来 是啊 我怎么回他们 我去 你去 我去见姐姐和百姓 是你们不放心的还是他们不放心啊 人家要见的是姐夫 你去算怎么回事 他们和姐夫之间只有一个约定 就是证明姐姐和百姓到现在还活着 然后姐夫离开盘龙市 他们再放人 如果他们一定要姐夫去 我倒怀疑他们的诚意了 可是你是个女孩子家呀 这太危险了 哎呀 姐夫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 只要你没事 我们大家都没事啊 你只说得对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如果你不落在他们手里 他们不会轻易撕票的 可是 我担心绿枝啊 她姐姐和百姓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要是再出什么事情的话 我陪绿枝去 你真的要自己去啊 大哥去多冒险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他们还没那个胆 敢对我怎么样 走了 走吧 留步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要抓住他 你的人不要提前暴露 要保护好人质 尽可能地活捉活半点 是 张姐 你要跟紧于吕之和史洪廷 要保护好他们两个 千万不能让他们俩出事 是 等他们到位之后 再通知关中请 去的人不是史洪如 是史洪廷恨于炼之 针灸 点血针灸 清荣熏童伺候 活血化欲 强筋撞骨啊 针灸 点血针灸 清荣熏童伺候 活血化欲 强筋撞骨 来 出来了 来 老板 要运货吗 没有 来 注意境界 明白 老大说了啊 歇会儿再干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别着急 到里边看看 嗯 来 叔叔 叔叔 给 给我的 闪开 怎么回事啊 啊 不知道 别着急 那边 提文文 走 是 快看看 那儿 姐姐 你说的是真话吗 嗯 一个不认识的人 那里还得送来的 答应给她一个唐仁 唐仁 刚才媚珍就在郎中 狗娘样的 你嫂子和百姓还活着 看来他们是说话算数的 虎斑蝶到底是魔高一尺啊 我也得说话算数 按照信上的约定 他们让史洪洪先生先去长沙 在那里等候余韵芝和施百青 师傻师傅 来 去准备吧 好 大哥 姐夫 人最怕的就是当局者 当局者 时之至律 而八九至昏 谋人事如己事 温大 如果你是虎斑蝶 你会怎么想 虎斑蝶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会马不停蹄地把人质送往长沙 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追踪他们 花繁柳蜜主播的开 方箭手段 疯狂宇宙实力得定 才是脚跟 不要急 要以静之动 怎么静 怎么知道 现在人质还在城里 虎斑蝶暂时不会行动 他会等史洪如 确实离开盘龙之后 才会行动 好 姐夫 我要在这里等姐姐 我相信姐姐和百卿 会回到这里 而不是长沙 我会照顾律职的 看眼了啊 是 好 好 何必说 关忠兴没有离开师府一部 继续对他实行监控 好 温达 警卫部队封锁整个盘龙市 加强警戒 过来 摘一下 先摊一下包 好吧 姐夫 到了长沙就来个电话 好 我见到你姐就派人来见你和相爱 好 大哥走吧 家里有我呢 保重 我走了 还在这干嘛 人都走了 不回来了 永远不回来了 好 请接文司令 罗里亚 使洪如已经离开盘龙市了 什么时候 刚走 派人跟上保护 是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 阻止使洪如来 不是阻止 虎半爹已经走赢了他的第一招棋 逼走了史洪如 现在他会按第二步棋走 把鱼蕴之母子交还给史洪如 否则 他到手的棋就是一部死棋 鱼蕴之母子现在还在城内 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只要我们不放他们出城 那这一局棋就输赢未定 是 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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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保证实现人安全 有事已经电台向我报告 是 要是虎半爹在长沙杀害史洪如呢 现在盘龙市工商界人士 已经知道了史家的事情了 如果虎半爹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公开暗杀史洪如 那只能激起工商界人士的愤怒 如果我们不放任志出城 史洪如就不再是虎半爹的目标了 这就是你说的一惊之东 对 开 开飞 快 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老毙 道长 抓到了一个特伙 你怎么知道那特伙 送到一只左轮手枪 还有三颗电视罪 让开的头 别让人围上 好 来 让一让 你发住啦 谁这么好看的 让一张 让一张 我们发了我怎么发 我怎么发 我找到大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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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看一看 大家坐 坐 回去了 这么好看的 回去了 回去了 走了 回去了 是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坦果 坦果 先生 坦果嘞 坦果 让张静马上到 好 小姐 您要点什么 好 您看看 有先货吗 谢货 在后边 往后走 卖糖果 糖果 糖果 怎么了 哥 累了 有点 有点 东西带了吗 你把阵台去冲洗一下 看看是不是组织上的人 这什么地方 是洪如家的老宅子 他们在里边 来来来来 我来帮你挑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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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累 没事 受累 受累 早知今天要走 当初何必回来 走吧 咱们找地方冲掉卷 坦果 坦果 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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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乖 都到了 看见没有 那小子也是 看见了 人质肯定在里边 里边有多少人不知道 咱们从正面上 包围那个房子 明白 买 大家注意啊 糖果 兄弟啊 这怎么卖啊 走 上 快 弄点吃的来 快 快 快 别动 不许动 别动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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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白清 白清 把枪发枪 你们把枪放下 好 我们把枪放下 往后退点 你往后退点 你往后退点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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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医院 好 马上把他们母子俩 送医院检查 迅速用电台跟保护史洪如的同志联系 把情况通知史先生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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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